日本经济新闻 疫情影响人才短缺 日本将近四成的动画公司亏损 根据调查显示 日本309家动画制造公司 2021年度的财报显示 高达39.8%的企业亏损 创下了历史新高 与新冠疫情跟人才的短缺相关 金融时报 上海风控影响消费者信心 二手奢侈品价格大跌 从今年三月 中国上海反复实施严格风控 影响现金流 许多二手奢侈品在市场上的价值 已经下跌了20%到50% 就连有钱人也开始出售 劳力士手表跟爱马仕包包 来筹措现金 BBC 通膨创下了20年新高 阿根廷央行出招升息38码 阿根廷过去12个月的通膨率 已经超过了70% 创下20年新高 预计今年年底还会超过90% 为了对抗通膨 阿根廷央行宣布升息38码 希望能够控制飙升的物价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 录订阅创下 podem很快认 明镜需要您的项目 词